伊朗跟伊拉克在战略地位上有什么重要性 我想整个中东和波斯湾这个地区 原本就是欧亚非三州的一个通道 古代以来就往往是许多大帝国互相冲突的一个地区 那么在今天来讲的话 当然更是扩张中的苏联的一个陆空权的势力 或防堵它扩张的西方国家的一个海空权的势力 交汇的一个地方 所以伊拉克和伊朗呢 当然是在这一个前哨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 两国如果正视全面的交战 您看对国际局势会有什么影响 我想这个影响可能是非常的深远的 因为他们两个国家呢 基本上讲起来都不具备一个长期作战的条件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 如果真的要长期作战的话 势必有外力的介入 特别是这个武器的继续的供应在内 所以在那个状况之下呢 那么这个战争呢就可能不限于这两个国家 而牵涉到其他的强权呢在内 同时因为这个地区呢 那么许多其他的国家内部的情势啊 也非常的不稳 那么他们之间的战争 会不会呀 引起其他地区 其他国家的内部的动乱 而引发为一个全面性的这种冲突 我想也很值得我们呢忧虑 这两国的战争啊 牵涉了世界上许多大国的利益 譬如石油或者是美国的人质 您看这些西方国家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当然因为在这个地区啊 比如说像伊朗 像伊拉克 像沙烏地阿拉伯 像科威特 都是全世界啊 最重要的石油输出国 那么他们的石油呢 大多数啊 是要通过这个河木茨海峡呢 向其他地方来运送 极少部分呢 是通过这油管呢 向地中海来运送 所以一旦这个战争呢 使这个河木茨海峡的通行 发生困难的这个时候呢 那么其他国家的利益 其他国家的重大利益啊 就会受到影响 据我们现在的想法呢 当然其他的国家 希望他们这两个国家 能够迅速地停战 和平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让这个石油啊 仍然能够平稳地供应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